大家好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双十一大促 不知道有多少人准备好买电脑了呢? 我先忙猜一波 应该还是等等党占大多数 原因很简单 现在的潜在用户对笔记本电脑的需求不大 或者说刚需比较少 并且预算很紧张 所以说只有真正刺激的性价比产品才能满足它们 就比如机械革命 在中低段档位下可以算是所向披靡 那么这次我们也不再多废话了 让我们一起正式进入到双十一选购指南的视频中吧 首先你必须要知道一下笔记本电脑的分类 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分 就是游戏本、轻薄本和全能本 游戏本的话其实是一种性能很强的笔记本电脑 也是笔记本电脑里面性价比最高的品类 很适合打游戏使用 轻薄本的话顾名思义 它是一种便携性很强的笔记本电脑 背着它去办公室、背着它去图书馆 都是非常合适的 而且它的续航普遍都很长 全能本的话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品类 它里面有一些是真正全能性产品 就是既有性能又有一点便携性的产品 但是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定位困难的产品 我们没有地方放 那也就把它放在全能本里面 或者说你把它当成其他也可以 就比如说创意设计PC 它一点便携性都没有 而且很重 然后那性能的话其实也就那样吧 但是你就没有办法给它分类 单独分一个类又太浪费 所以说我把它放在全能本里面 所以说你在看视频之前 一定要懂这个三大分类 那还需要说一句 那这期视频是没有任何商业合作内容的 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并且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电脑的价格 其实每天的变动都是非常大的 我们这边用了两个平台 拍视频这个当天的价格来作为参考 那么这期的话 其实我们推荐的机型是非常非常多的 可以说是历代最多的一次 所以说这个篇幅是巨长的 那为了不是特别夸张 所以说我们还是舍弃掉了一些机型 如果没有推荐到你想要的机型 那可能是我没看到 眼瞎了 或者说是忘记了 那肯定不是你没眼光 好吧 行 我们正式开始 首先是2500元到3500元 前几年呢 说实话这个价位段 我可以说是几乎都推不出什么产品来 但是最近的话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是因为销售比较困难 有可能3000块钱左右的话 已经能够买到高色域的高刷新率 甚至是16英寸大屏幕的那种轻薄本了 所以说我们这次的话也推荐四款电脑 第一台 HOME Redmi Book Pro 14锐龙版 这台电脑其实是一个去年2022款的机型 那推荐它的理由还是很简单嘛 就是虽然是2022款 但是它的性能依旧是在主流的这个档位内的 同时它的屏幕素质很强 2560×1600分辨率的高色域高刷新率的屏幕 这个屏幕说实话一线品牌 在这个价位段是绝对不可能用的 所以说它的第一大优点也是这个屏幕 同时需要提醒一点的是 它的机身 你别看它的价格便宜 只有3000多块钱 但是它的机身是采用CNC一体成型工艺的 在同价位也是很少见的 缺点的话我就提一个 就是那个屏幕默认色温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会反馈说 这个机器怎么有点泛黄 那可能就是它的白点调的有点问题 但是在这个价位段 我觉得还是稍微克服一下吧 这个价位段说实话 很多电脑甚至说值得推荐的电脑 都会有一些小毛病 所以说我对于这个价位段的机器的话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宽容的 行 下一台 荣耀MagicBook X14 这台电脑在拼多多上是3000多 就是我们拍视频的时候是3000多 京东的话也是不超过3500的 相比上面一台红米 它的i5 12450H的性能就很强了 可以说是目前主流轻毛纹的一个性能 它的核心规格很高 然后同时16G内存 512GB固态硬盘 这也是标配的 那么屏幕的话也是16比10比例的一个屏幕 虽然不如刚才的红米 但是FHD嘛 对吧 也能用 这台电脑的话还有一点我想提一下 就是它有两个M.2硬盘位 可以看一下拆机图 两个硬盘位 那就说明你如果需要的话 你甚至可以给它升级固态硬盘 这点很不错 但是缺点也有个比较致命的 就是屏幕可视角度一般 它是IPS屏 确实没错 但是IPS屏也有可视角度高和可视角度低的 那这台电脑的话 我觉得可视角度相对来说有点小 i512-450H处理器 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i4 但是呢 它这个性能也是 我认为也是进入了一个主流的电堂 比前面的那个红米要强很多 好 下面一台 红旗风鸟未来环保笔记本电脑 看到环保可能很多人觉得有点个影 是不是 但是这台电脑价格真的很低 14英寸版本只要2700多块钱 2700多块钱 12代的处理器 16G内寸512GB固态硬盘 哇塞 而且是高色域的屏幕 那我管它环不环保呢 是不是 它是真正把垃圾做成垃圾的价格 对吧 这环保笔记本电脑什么意思呢 就是拿这个海洋可回收的那种废料 然后收集起来 然后重新处理 然后做成的笔记本电脑的外壳 这个东西理论上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它卖的很便宜 不错 是不是 低碳环保 真的低碳环保 我们之前推荐的是15英寸的版本 那现在已经卖完了 只有14英寸的版本了 所以说我还是接着推荐14英寸的版本 因为这个机器 你看拆机图就知道 它是一个拉皮的嘛 就14和15它是一个拉皮的关系 所以说14英寸版本的表现 应该和15英寸版本是差不多的 好 这个加为最后一台 荣耀Magibook X16-2023 发觉荣耀的机器还挺多 推荐它的原因就一个 就是它的价格杀得特别的很 在3299元的状态下 有i5处理器 就刚才提到的嘛 i4嘛 对不对 16G内存 然后是1TB的固态硬盘 然后还有一个16英寸的一个1920×1200分辨率的高色域的屏幕 在我们笔记本行业里面啊 有一个规律就是大尺寸的笔记本电脑 一般来说成本压力会更大一些 因为选择的人少嘛 销售量生产量少 所以说成本均摊也要更高一点 所以说它的这个价格要更高一点 但实际上拼东多已经把它杀到3299了 那京东其实也不会3699 所以说它这个表现我觉得还是可以推荐的 那么同时的话 它还有一些值得一说的 就是它的便携性相对来说是比较一般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它去列到全能本这个品类里面 理论上它应该是好像是轻薄版和谐嘛 对不对 但是它的便携性一般机身其实比较重的 所以说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 那还有一点要说一下 就是它这个可能是12代处理器的原因啊 它的续航表现相对来说一般啊 4个小时40分钟 这是我们用脚本跑出来的 大概就是一个正常办公人群的一个使用负载 比如说你开着B站 然后开着QQ 然后听着网易云 办公 做PPT 就这么一个负载下面 它大概能坚持4小时40分钟 你们能不能接受啊 如果说接受不了的话 那你还是要选其他电脑 好 那接下来我们到3500到4500元档位 那么在这个档位下面 依旧没有40系显卡的游戏本啊 除非的话你把这个其他成本压缩到极致 但是这样也不行 因为电脑本身 特别是笔记本电脑 它本身是个整体啊 不过呢 虽然没有游戏本 不过呢 相比上一个档位 其实这个档位的 其他电脑的选择就更加多样化了 包括品牌啊 包括尺寸也是 首先第一款 HOME README BOOK PRO 15 锐龙版 那这台电脑是2023款了 可以看到有这个R57640HS处理器 它的价格是做到了4295元 R7版本也可以推荐 而且是 其实我是更推荐R7版本 但是它的价格就贵了 就4679元了 那么它的屏幕是它的亮点啊 3200分辨率 比刚才那个价位段的最好的屏幕 也要好一档 100SRGB色于120Hz高刷屏幕 同时电池容量是典型的大容量电池了 72瓦时的一个电池 而且它在同样的尺寸里面 它的性能释放比较好 屏幕素质又高 续航时间相对来说也是还可以的 5小时56分钟 虽然好像没到6个小时 但是也是6个小时的一个水平了 它的一个问题的话 其实和红米其他介绍一样啊 就是首先接口比较少 它喜欢做成那种很简约的感觉 所以说就没什么接口 然后同时的话 硬盘没有扩展性 同时它这个速率也是比较差的 对 还需要提一点啊 就是它这个屏幕最大亮度是533尼特 我们测下来最大量的533尼特 那大家在看这个屏幕的时候 千万不要只看分辨率 色域刷新率就结束了 这个屏幕的亮度很重要 特别是对于轻薄本来说 轻薄本的话 有一个高亮度的屏幕 你待在外面使用的话 也能看清楚屏幕 好吧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接下来还是红米 红米好多啊 因为红米在低价位 确实出了很多轻薄本 红米RedmiBook 14 这台电脑是搭载的正儿八经的i5处理器了 i5-12500H 16G内存512GB固态硬盘 然后是个2880×1800分辨率 180Hz刷新率100%sRGB4U的IPS屏幕 2.8K的一个屏幕 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屏幕 但是注意啊 亮度是380尼特 看到没 这个就没有刚才那台15锐龙版要好了 这个小细节一定要注意好 其实我有点不理解红米 15英寸这么大的机器给个高亮度 小机器给个低亮度 奇怪 但是特点还是差不多的 就是金属机身质感较好 然后呢屏幕素质 其实也不错 380尼特亮度是低了点 但是也不错 然后同时适配器是比较轻巧的 红米的适配器都是比较轻巧的 它的缺点的话 其实在这个价位端 我希望能有一个13代酷睿了 至少有一个什么13450H 也行嘛 对不对 但是没有 只有12代 同时的话 它的Type-C接口只有一个 然后充电的时候要用 所以说很麻烦 不是很方便 N-1代处理器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的一个续航 你可以发现明显要比刚才的那台15英寸要小了 但也有可能是电池原因 4小时23分钟 接下来大家就要全体起立了 机械革命 无界系列 这里面有三台机器 首先是无界14家 R77840HS处理器 16G内存 1TB硬盘 2.8K高刷屏幕 然后60瓦时电池 一切都是很主流的一个配置 价格只要4000块钱 这个价位说实话 刚出的时候 简直就是惊为天人 你知道吗 当时就没有见过性价比这么高的机器 你要知道这个R77840HS 已经是非常强劲的那个核心了 然后再配上这个6400MHz的一个内存 它的极限就能玩很多游戏 很主流的网游 它其实都能够网游玩 而且它还没有结束 你知道吗 它有两个硬盘位 续航表现的话也能5个多小时 我太高兴了 当时测它的时候把它大吹了一遍 但其实吹也是白吹 因为那个时候早就卖完了 但这台机器 其实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5G14家其实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它的 它虽然便宜 但是它的外壳做工真不咋理 它这个底壳边缘又比较锋利 就是接缝处又不是那么的严丝合缝 再加上它这个 这台机器我自己买了一台 然后发现我这台的音响是破音的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无论放什么东西放什么音乐 它都会有那种破音的感觉 所以这个机器显然就贫困有问题了 但是放在当时这个价位段下 那基本上是神音般能存在 5G的第二款神机 5G14 Pro 它现在升起到13代处理器了 i5-13500H处理器 16G内存1TB固态硬盘 2.8K的高刷屏幕 京东目前的价格是3999元 这台电脑是无论14加受庆之后 紧接着发布的一款机器 当时的话其实受众还是挺多的 相对来说还是挺多的 因为你没有14加可选 那又想要一个性价比不错的清贸本子 那怎么办呢 那无论14 Pro不就来了吗 而且无论14 Pro 可能你们看不太出来 但是我们拿到手里就会发现 它的外壳质感明显好了不少 做工一下子起来了 虽然它是Cray处理器 但是我心里其实更喜欢这个5G14 Pro的 为什么5G14 Pro 在当时就没有出锐龙版的时候 当时它的热度相对来说一般呢 就是因为它没有用AMD处理器 它的极显性能 就是Intel Iris Xe的核显性能不够强 所以说它玩不了太多游戏 那关注我们的人 实话说它打游戏的人比较多嘛 所以说这台机器就反响相对来说平一点 那么我本人还是很推荐的 接下来这台电脑可以说是机械革命无界系列 13代的一个收官之作 就是无论14 Pro锐龙版 它集合了无论14加的一个锐龙的性价比 同时还有无论14 Pro酷睿版的一个好模具做工 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了 所以说可以做到R7 7840 HS 然后16 1T 14英寸 2.8K高刷屏 3999元 还是3999元 我觉得甚至有点把前面的用户都背刺了 你知道吗 那我可以这么说 它集合了前面两台机器的所有优点 首先第一 扩展性好 双硬盘位 双内存插槽 同时屏幕素质也不错 只不过屏幕亮度确实低了 340尼特 我的天呐 做工也是可以的 确定的话 我们这台电脑它的漏电感觉是比较明显的 不像前面两台其实还好 这台电脑比较明显 还有一点的话 就是它的内存频率相比我们测试资加的时候 它要低一些 所以说它可能会影响到R780M的极显性能 同时的话它的续航 其实我跟你说 今年这个锐龙7000系列处理器 没有对续航有多少的帮助 虽然看到工艺制程很先进 但是你可以看 像机械革命这种不调的这种笔记本电脑 照样给你来个4小时40分钟 你说它60瓦时电池4小时40分钟 那显然不正常嘛 对不对 没办法 就是没调的就是这个结果 所以说今年其实还挺怪的 挺怪的 但这台电脑我还是推荐的 收官制作 很好的 3999元 下一台 荣耀MagicBook 14 这个机器可以看到它的定价就要比机械革命要贵个300块钱 那京东就更夸张了 是不是 那原因很简单嘛 它用的是一个荣耀的一个 今年可以说是最高级的一个工具 这做工很好的 屏幕有玻璃覆盖的 很fancy的一个产品 同时的话 这次把120Hz的屏幕给加上了 而且实测最大亮度567nit 哇闪瞎苟眼 所以说这个机器还是比较高级的 整体调校也是不错的 你看i513500H处理器 是英特尔13代酷睿处理器 实测的话我们是这个续航成绩是6小时19分钟 对吧 就容量是调的嘛 用那个OS Turbo什么什么的 它调过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它的酷睿处理器 也能够做到6个多小时 再加上75W电池 这个双重buff加成 还是要调一下 那么缺点的话 有一个比较殖民我觉得 就是那个接口数量 一个A口 我的天哪 建议以后加成两个A口 好吧 除此之外 这台机器我还是推荐的 同时它其实还有一个老版本 就是2022款MagicBook 14锐龙版 那机器也不错 现态比也挺高的 甚至比这款要便宜很多 但是好像最近缺货了 不知道怎么的 可能是卖完了 如果有的话 你可以考虑一下 好吧 下面 老朋友了 战666代锐龙版 那战66这台机器 我们基本上每年都有推荐 其实说实话 这个机器它的最大的卖点 无非就是两点 就是首先第一 扩展信号 这个接口不虎 嘎嘎多 然后内存插槽 双内存插槽 双硬盘位 就是它把所有的接口 内部外部的接口 都给你能上到全上了 然后同时它还拥有 同价位最牛逼的售后服务 我不能说好吧 就是规格是最高的 好吧 它是有两年上门维修的 你看看4000块钱的机器 给你两年上门维修 这个人力真的是有点牛逼 我只能这么说 但除此之外的话 其他的我对它的感觉 就相对来说一般了 特别是这个处理器 而77730U真的是有点弱 真的是有点弱 最高还只有25瓦功耗 所以说它的性能最好能提一点 它如果提不上来的话 它就是一台普通的办公本 如果你买它 不想玩游戏 就是一个影音 看看视频 或者是办办公 干这种事的话 我觉得战略6代是不错的 它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性能拉还有一个好处 它51瓦时 再加上低功耗处理器 我们续航脚本 可以跑到7小时40分钟 所以说它的续航也是很长的 最大的影响就是性能不好 你把这个给克服掉 那就没啥问题了 其实还有两点 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一个是厚度 20毫米 挺厚的其实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屏幕分辨率 它是FHD的 它的分辨率不够高 这也是它续航灯这么长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你可以注意一下 能接受就OK 不能接受就没办法 好 下一台 联想ThinkBook 14 注意看 这是14 不是14加 所以说它的价格很便宜 但是它还是有13代酷睿 16G内存 1TB硬盘 以及这个2240×1400分辨率的60赫兹刷新率的一个屏幕 363nit的一个亮度 普通亮度嘛 就是350nit左右 为什么要推荐这台机器呢 我觉得首先第一 它还是跟前面那个J66是差不多的 就是它的机口是比较丰富的 然后呢 同时有双内存插槽 双硬盘位 扩展线很好 然后这个ThinkBook 可能是受到了ThinkPad的真传 这个1.5毫米的渐程 手感是不错的 但是它和前面那台J66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的噪音是比较大的 性能释放是比较猛的 相对来说比较猛 那13代酷睿处理器 可能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吧 它的一个续航的话也不是特别长 所以说你自己看看能不能接受 其实这台电脑 你可以看到 我说的不是特别激动啊 原因就是因为我对它的感觉也一般 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特别喜欢这个牌子 或者说你特别喜欢要这种商务的感觉 你可以考虑一下 否则的话 像刚才那台续航长一点的 或者下面那台配置高一点的 都可以考虑 那下面这条我讲一下 这就是红旗的非凡购14 那一样是i5 161T 但是它有14英寸的2.8K的一个OLED屏 90赫兹的 它这个亮度就比较高了 然后很多人不喜欢OLED屏 是不是 但是OLED屏是 哎 早晚的是 我只能说早晚的是 好吧 那不喜欢OLED屏 可以直接调过 按两下这个右键 就可以调过这一段 咱们先客观的时候 这个屏幕规格是比较高的 即便你再不喜欢OLED屏 你也承认这一点 同时接口也是比较多的 两个硬盘位 两个雷电4 然后它的一个摄像头 哎 不错 1440p摄像头 很多自称高级的 适合这个商务场合用的 都是1080p摄像头 已经不错了 对不对 甚至有些还是720p摄像头的 它是1440p 那缺点的话就是 它性能其实还挺标的 45W 所以说它的温度就比较高了 然后机身也比较厚 同时原装适配器比较重 我建议还是有条件的话 可以换一个 自己换一个PD充电的充电器 我再说一句OLED的事情 就OLED屏幕基本上全是广色域的 在笔记本界 那这台电脑 比如说是这个价位段 少有的广色域的屏幕 可以看到前面我推荐的 基本上都是100%sRGB色域 这台电脑的话 我们测下来是有99.8%的 一个DCI-P3的色域覆盖 所以说它是广色域的机器 但是它没有叫色 所以如果说你有这个需求的话 你还是要叫一下色 便宜的机器就这样 好 那这个价位段就结束了 这个价位段没有游戏本 但是下一个价位段就有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到 4500-5500元价位 七彩虹隐星P15 那CPU的话 是不是这13代都没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要把RTX4050给塞进去 140W的满功耗的RTX4050 然后再加上电竞屏 只能塞1920x1080了 但是至少是高测语的 是不是 我觉得最大的优点就是价格 5000元以内 能够买到4050显卡的 游戏本真的很难得 所以说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同时这款模具 我们其实测过不止一次了 我们去年也测过类似的模具 它有一个大优点 就是它有三个视频输出接口 如果你有这个需求 比如说你炒股需要很多屏幕 那这个机器能帮到你 以及在高负载下面 它的这个温度是比较低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热成像仪的图片 刚看到的时候觉得 哇中间这么热 好恐怖 但其实不是的 你看一下它的温度数值就知道了 即便是比较热的那几个键帽 也是40度以内的 所以说它整体的温度 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咱们不能光看颜色 也要看数字 那缺点的话 其实是一些 就是本身的一个设计问题 比如说读显之连的话 就是核显输出的接口就无法使用了 这个是在做主板的时候 我觉得就没考虑到这一点 你就变成这样了 同时的话就是它噪音大 然后性能释放比较保守 那这款模具 其实还有4060的版本 但是我非常不建议 你再去上这个4060了 因为4060的话 其实功耗要稍微微高 那么一丢丢 我觉得还是别上比较好 这个4050已经够了 4050已经可以了 就是用这个模具加4050 差不多将将够用 而且4050P FHD屏幕挺好的 对不对 游戏也不是很卡 然后这台电脑的话 其实可以解锁功率 那我同时也不建议大家解锁 好吧 不要去整花活 就正常用就可以了 下一台 机械革命 极光E 这台电脑其实价格 已经到了一个神乎其神的地步 i5加RTX4060 16GB内存 512GB固态硬盘 FHD的一个高色域 高刷新率的屏幕 居然卖到5299元 你看5299能买到4060的游戏本了 太恐怖了吧 这也 我真的是无语了 好吧 大家都知道这个极光Pro 是不是 很少人会知道这个极光E 极光E其实性价比也很高 然后同时它还有一个卖点 就是它的一个机身重量比较轻 它和极光Pro一样 它们是同一个系列的一个模具 重量轻热买点也继承了下来 机身的话只有2.15千克 但是便宜的代价是什么呢 就是它周边的一些配置 它会比较缩一点 比如说硬盘 它用QLC的 你不知道现在换没换 反正我当时测的时候 这个机器的硬盘是QLC过下硬盘 网卡的话也是AX101的很烂的网卡 就是到时候我就建议你换掉 好吧 换网卡其实不难 你自己看一下就把它换掉也可以 那么这台电脑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极光Pro的第一档的存在 所以说我就不推荐你买这个i7 2K屏的版本了 如果你要把这个处理器和屏幕再升上去的话 你干嘛不买极光Pro呢 是不是 也差不了多少嘛 好 下一台 惠普新Book Pro 16 这台电脑的话 首先它外壳质感给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然后同时它的噪音控制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测下了466nit 450nit以上的一个屏幕 那如果说你有一个大屏幕的需求 或者说是做商用也好 或者说做学习也好 那你可以考虑一下它 那机器的话还是比较重的 所以说我还是把它放在了这个全能本这个段位上 但是你要注意就是 虽然我把它放在全能本上 但是它其实没有多好的图形性能 所以说你也别指望用它来玩很大的游戏 下一台 Zen X16锐龙版 这台电脑很极端 推荐它的理由就一个 就是它的续航 它的续航是我们今年测下来 所有笔记本电脑里面 可能除了苹果 所有笔记本电脑里面续航最长的 10小时29分钟 同时价格促销的话 其实杀的也挺狠 有5389元 所以说我就推一下它 但是需要注意 这机器的屏幕分辨率只有1920x120分辨率 同时它的电脑的重量很重 机器也很厚 19.9毫米最厚的地方 同时也将近2000克了 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它不是一个轻毛本 它很重的 好 接下来是联想的一个小新Pro14锐龙版 小新Pro14锐龙版其实有两个配置可以选 一个是Zen 3的Zen 3家的R77735HS处理器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更高端的一个配置 就是R77840HS处理器 这两款产品首先是核心性能有差距 其次的话就是一个周边配置有差距 比如说它这个内存 一个是16G的 一个是32G的 那在我看来呢 这两台电脑其实都可以选择 特别是上面那一台 不要觉得是7735HS就吓跑了 因为它的核显680M也可以的 你有一个普通的娱乐需求的话 也可以考虑一下它 那7840HS的话 说实话有点贵 说实话有点贵 但是它的性能释放比较极尽 60W功耗 哇塞 那真的是把780M的那个极显 给捧到天上去了 是不是 所以说你如果你要核显轻薄本 然后同时又要一个比较强的极显性能 那就它 很典型那台机器 比较典型 哦对 要补充一点 联想今年所有的这个小新系列的笔记本电脑 都是没有用低温锡的 这个是联想的员工告诉我的 其他系列我不太知道 但是我小新的这个产品经理也不知道谁 就跟我说了 好吧 我也转述给大家 嗯 好 那下一台电脑啊 可能很多人会不满 就是戴尔 戴尔0月13 Pro 那这台电脑说实话 没什么特别大的亮点 那推荐它的原因就一个 就是你可以发现我们推荐的所有轻薄本 几乎都是14英寸的 14英寸其实是一个比较小的尺寸的 但是真正要到极限的一个笔记本的一个便携性的话 那要缩到13.3英寸 那才是一个笔记本真正小尺寸的一个形态 那么这台电脑就是典型的一个13.3英寸的一个笔记本电脑 同时它的续航还可以 那如果说你有比较高的一个便携性需求 特别是长宽这块 你想要一个小型的一个电脑的话 那这台电脑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其他的13.3英寸的电脑 要么就是没有 要么就是不如这台 所以说我还是推荐这台 这个i5 1340P还可以 好 惠普新Book Pro 14锐龙版 和16差很多这台机器 不太一样 那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它有粉色可选 粉色可选 那如果说你不想要选粉色 那银色还可以便宜100块钱 那这个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能够吸引 像我这样这个心灵比较纯洁的用户的 其他的话 说实话就是一台正常的一台轻薄本 或者说性能取向的轻薄本 跟小型Pro14其实挺像的 但是散热有一点不如小型Pro14 散热小型Pro14更强一点 这台呢我也可以推荐 散热绝对不是说弱 它散热也可以的 好吧 只是没有那个这么强而已 然后同时还要注意点 它是OLED屏 它是OLED屏 所以说这个OLED屏 如果你有很敏感的话 那就对吧 没办法 SIMBLE Pro 14锐龙版 还有一个怎么说呢 姊妹型号 叫这个惠普Rey Pro 14锐龙版 这两台电脑 其实你可以看拆戏组就知道 量着差不多的 基本上是一样的 你买之前你比下价格 如果说那台Rey Pro14便宜了 你就去买Rey Pro14 如果这个SIMBLE Pro14便宜了 你就去买SIMBLE Pro14 都可以 行 那最后一台 最后它还是会普 怎么都会普 但这台我肯定得推荐 这台我肯定得推荐 就是SIMBLE Pro13 为什么要推荐SIMBLE Pro13呢 就是你看一下重量 987克 还不到1000克的重量 同时也是13.31寸的笔记本电脑 这台电脑很轻很轻 就不到1000克的重量 同时13.31寸 很小的一个尺寸 又轻又小 带出去出拆 实在是太舒服太舒服了 这台电脑就一个影响 就是它的R77G35U处理器 那真的是一个马甲油 而且是很弱的一个马甲油 而且它功耗只给了18瓦 我的天哪 就是真的很弱 你知道吗 前面那台戴尔 为什么我要推荐呢 就是i5 1340P 对吧 人家至少是P28的 而且是13代CrayP28的 这个是马甲处理器 又是个低功耗的 所以说性能真的是它的大硬伤 但是真的好看啊 哥们儿 白色外观 哇塞 这白色的季节马上就要来了 配色丰富 而且有银色白色 还有玫瑰金色 真的 噪音又小 价格5299元 对于一个不到1000克的电脑来说 真的是不算贵的 好吧 应该我认为女孩很喜欢 但我也很喜欢 好 那么 4500到5500就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 我们再进一步 5500元到6500元 相比上一个价位 6000左右的话 4060这个主流线卡的游戏本 要多不少 不过呢 还是有短板的 依旧很难买到 类似配置的这种一线品牌的游戏本 一线品牌还要再加价 首先就是我们的年度性价比之王 机械革命极光Pro2023 那机械革命极光Pro实话说 现在看这个配置 好像也就那样了 是不是 现在甚至还有一个新版本 就是把这个处理器 换成这个i5-13500H 但是价格不变 也是差不多的 现在好像看上去也就那样 但是你要知道 当时它把4060卖到5999元 这个行为 简直就是太可怕了 完全没有人能想到说 4060的游戏本 能够一下子首发就卖到这个价格 这个极光Pro是开了先河的 你知道吗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不要看它现在的竞争力如何 但你要看它的历史地位怎么样 对不对 它是第一台杀价的笔记本电脑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把它放在这个推荐列表里 首发售价5999元 性价比极高啊 极高 而且实话说 即便放在现在 极光Pro还是有竞争力的 只不过没那么秒杀了而已 对不对 没那么秒杀众生而已 还是可以的 好 下一台还是机械革命 我顺便预告一下 这个价位机械革命会很多很多 机械革命 焦龙16s 这台电脑把处理器换成了R77840H 然后价格的话也是很便宜的一个价格 然后屏幕你可以看到2.5K 240Hz的一个屏幕 很不错啦 亮度575尼特我们测下来 说明是一款很优秀的屏幕 我们的色准测下来也不错 平均掉它只有0.7 但这台电脑也有几个比较遗憾的地方 首先固态硬盘震的这个性能 我们测下来是一般的 然后同时这个模具不知道啥情况 这平均轴不太结实我觉得 然后这个续航压根就没调 咱们跑PCMark10两小时11分钟 这还不是脚本 这是PCMark10 这个AMD看到要气死了 对不对 今年这4nm这个技术吹了半天 全被机械革命毁了 是吧 所以说还是要调一下的 虽然是游戏本 但是也要调一下 意思意思是网友的 下一台机器还是机械革命 焦龙16K 可以看到它的是一个老处理器 马甲处理器7735H 但是显卡是4060的 同时还有一个高亮度的一个IPS屏幕 高分屏还是不错的 同样性价比起高 毕竟是一个5999都不到的机器 它比极光Pro要便宜啊 哥们儿 太恐怖了 但是这个价位的模具 你能指望它什么呢 对吧 这转轴不行 这核心散热也一般 对吧 但是它便宜嘛 那便宜就行了 没那么多废话 机械革命今年就靠两个字把其他品牌全杀穿了 就是便宜 下面一台 神舟战神Z8D6 实话说现在这个价格屠夫这个宝座已经被机械革命坐上了 但是曾经 就是这个宝座是神舟的 神舟战神Z8D6还是有点水平的 这个配置5748元 屏幕也是不错的 就是亮度稍微差了一点 也不是稍微差了一点 也就是300尼特的亮度 亮度是低的 但无论如何 它这个价格5700多块钱 那这个真的很便宜 还是比那个极光Pro我们看的时候要便宜 所以说这台电脑看在价格的份上 我们还是推荐的 更何况其实有人会说 我不想我不喜欢机械革命 那怎么办 神舟也可以啊 对不对 还有一点啊 就是它这个屏幕啊 当时我们测下来 这个Z8D6的屏幕是P3色域的 那么但是现在 我看是那个商想页写的是sRGB色域 它应该换过这个屏幕面板了 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内心的亮度到底如何 好吧 这个具体还是你们要去问一下这个 要去问一下客服才可以 就这台电脑 我觉得和极光Pro比的话 就是谁便宜买谁 好吧 谁便宜买谁 下面还有一个品牌啊 机械师 不是机械革命 机械师 偷信机械 对吧 曙光16Pro 这个配置的话 也是一个典型的性价比配置啊 屏幕亮度也是不错的 乌班有50尼特 性价比很高 只可惜这个CPU没有办法用Zen4了 它只用得了Zen3 Plus 同时固态硬盘性能一般 这台电脑本质上和那个胶容16K啊 它是定位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说这台电脑 我推荐它就是因为 给大家多一个选择 如果说你不喜欢胶容16K 你就选它 或者说你不想要机械师 你就要机械革命 反正这两家都可以 但是我要在此澄清一点 这个机械革命和机械师 它不是不是一家公司啊 就是机械师是那个 就是海尔这个体系下的 然后机械革命是这个 同方这个体系下的啊 不一样啊 这两个不大尬的 好 下面是一款一线品牌的游戏本 联想拯救者R7000啊 这台电脑我可以说是今年联想我最推荐的一个型号 如果说一定要让我推荐一台联想游戏本 那我会推荐这个联想拯救者R7000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第一啊 它的价格就6499 6498 这个价格说实话 没有特别离谱 是吧 那贵还是贵的啊 但是没有特别离谱 那和机械革命也就差个四五百块钱嘛 对不对 然后便宜的时候 我记得6299促销 那跟机械革命也就差个300块钱 300块钱你买个联想的牌子 那已经是很赚的了 更何况它里面 其实还是有一些东西做的 做的比机械革命好的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网卡至少没用AX101嘛 对吧 虽然这个AMD的网卡已经那样啊 整体来说这个配置上啊 配置上的话 其实硬参数上面 主要就是这个R7 G735H 这个处理器性能 相对的是比较一般 那其他的话 就是一些调教优化的问题了 比如说像那个噪音比较大 然后同时这个 它本身这款模具其实是老模具 它不是新模具 新模具就是今年出的其他机器 所以说价格贵 这款老模具 所以说价格便宜 但是它可能怕R7000 把R7000P给干掉 所以说把这款R7000自带的显卡超频功能 给减配掉了 给切掉了 我记得去年这款模具的机器 是有这个功能的 但同时呢 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底壳做工是一般的 底壳做工 它底壳是有一点割手感 这要跟你们说一声 我们编导说 这个是一线品牌的蛟龙16K 这么说不太合适 这么说不太合适 无论如何吧 这个机器我觉得是联想今年最值得推荐的电脑 这台算不算 这台也还可以 但是有点贵 好 下面还是联想 联想小新Pro16锐龙版 这台电脑就是比较符合我对联想 各项要求的一台笔记本电脑 R77840HS处理器 然后又有Radeon 780M的极显 对不对 很棒 32GB 6400MHz的一个内存 也很棒 对不对 它把这个极显的性能给顶上去了 然后1GB硬盘 然后16G的一个2.5K的一个高刷屏幕 再加上大点池 唯一我希望提升的就是这个屏幕的亮度 测下来就是369nit 那就是一个350nit左右的一个屏幕面板 那我希望有一个400nit以上的一个屏幕面板 下一台惠普战99锐龙版 那这台电脑相比于刚才那台小新Pro16的话 其实配置和性能就要差不少了 但是它的接口更多 就后期可以升级的一个项目更多 然后更安静 售后更好 续航更好 我觉得把它当成商务上的产品看来会比较好一点 那这台电脑其实我的 我觉得大多数人更适合这个小新Pro16锐龙的 而不是战略锐龙的 但这个机器还是适合小部分人的 如果说你是那个少数人 那我觉得可以考虑这些人 这台机器后续我还要再提一下 因为它还有个独线版也可以 下面一台 这个这台机器我等它很久了 联想ThinkBook 14加2023 那这台机器的话 是今年上半年第一季度好像就发布了 然后一发布就很火 仿佛大家对于联想的怨气 好像跟这台联想机器没有关系一样 就足以说明这台机器表现有多好 那么这台机器在我看来的话 就是要扩展性有扩展性 要配置有配置 然后要价格有价格 要啥有啥 然后性能也有 对吧 只有一个缺点 就是续航 扶不上来 其实也扶上来一点了 毕竟13代酷睿了 比去年要好了 我们测下来脚本是5小时30分钟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这是否够用啊 但是我觉得就这一点不是特别的完美 其他的话我觉得真的很满意 对于一台高性能轻薄本来说 1.5千克以内 现在轻薄本定义都是很宽泛的 就是高性能轻薄本的定义来说的话 这个机器已经是做得很好很好了 同时它标配32GB内存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i5最最低配的那个版本 它也是32GB内存 就这个就让我很高兴 对不对 所以说可以 很推荐 那么这个价位段就结束了 那个5500到6500其实是一个很主流的价位段 所以说我相信大多数朋友们都会看到这个价位段 我也相信你们在这个价位段里面也不一定会满意 因为很多你们想要的特性甚至品牌都不在这个价位段里 为什么 因为它们都加价了 好吧 所以说让我们来到6500到7500元 4060游戏本在这个价位段可选的品牌和配置就更多了 同时CPU更强了 不过 不过 4070还早 4070还早 好 第一台 机械师曙光16 那这台机器是我们自己挖掘出来的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价格还可以啊 是i7这13650HX处理器 然后4060 16G1T 然后16英寸2.5K240Hz的一个屏幕 就是该有的都有了 然后配置 包括硬盘啊什么的网卡呀 都是一个很满的一个状态 然后价格 7000块钱 它相当于是把一个很好的一个配置给你 同时品牌附加值我觉得它加的比较少 或者说一家个没有加 所以说我就推荐它了 好吧 我觉得它还是比较好的 下一台 华硕天选4锐龙版 这台电脑 如果说前面那台电脑我是推荐的话 那这台电脑就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游戏本了 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游戏本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好像是很高的评价 是不是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可以看它的配置 首先第一 它配置没有特别明显的硬伤看上去 就该有的都有2.5K 都有 然后同时 它的机身重量只有2.09千克 如果说你有心思的话 你可以回过头去看一下 这个联想的游戏本是多重 惠普的游戏本是多重 戴尔的游戏本是多重 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你华硕天选的游戏本是多重 你就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它了 这台电脑 它不仅仅是把性能给估计到了 它还兼顾了一部分重量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还没完 这台电脑我们实测下来 我们的仿真脚本的续航时长为6小时53分钟 6小时53分钟 一台4060显卡的游戏本 它的续航要秒杀70%以上的轻薄本 你知道吗 就是说70%以上的轻薄本 它的续航是不如这台游戏本的 你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吗 就是说这台电脑它既能 它太全能了 你知道吗 它既能打游戏 然后又能2.09千克 拎着走也不算特别重 同时还能续航6个多小时 将近7个小时 太恐怖了 所以这台电脑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但是还是 你说任何电脑都有缺点 对吧 这个屏幕下边框老是不改 而且就是 也没而且了 好吧 我就希望它换个16比10的屏幕 然后再把屏幕亮度下一下 这就是我心目中完美的电脑 吹太过了 但不管怎么说吧 我希望所有的厂家 都去看一下它的机身重量 重量真的很重要 还有这个续航也真的很重要 千万不要忽视这两点 好吧 这是很重要的点 下一台又回到了我们大机械革命 蛟龙16 Pro 这台电脑在机械革命里面 属于一个特别满的机器了 R9处理器 4060 然后16G内存 1TB硬盘 2.5K的一个550尼特亮度的屏幕 对吧 终于舍得上好屏幕了 你看这个低配版就是三百三百五对吧 高配版就是五百五 那测下来的话 屏幕素质确实不错 平均调塔E小于0.98 最大的调塔E也是小于2的 明显较过色的呀 对不对 同时这个性能释放也是不错的 对吧 这R9处理器 双烤56W的功耗 单烤10W 这AMD从来没有这么猛过呀 机械革命 蛟龙17KS 这台电脑是一个17.3英寸的一个大屏笔记本电脑 这个是比较少见的 主流游戏本都是15.6或者16英寸 17.3其实要明显大一圈 打游戏说实话 屏幕越大越好 所以如果你对便携性要求没那么高 一般性就是坐宿舍里或者说就放在家里 就不太挪动它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一下17.3英寸的笔记本电脑 它屏幕大一圈就是舒服很多 好 下一台电脑比较特殊 惠普战九九锐龙独显版 那刚才我们其实聊过惠普战九九锐龙版了 那这次的话是在这个基础上面 再加上一张RTX4050 6GB的一个独立显卡 这台电脑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 为什么很多人会去关注它 这台电脑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测它 我是后面被留言很多催 人催催催催催 然后我再去拿来测 然后才发现说是这么个意思 那它什么意思呢 其实很多人吧 它对性能有一定的需求 但是呢 它又没有那么高的需求 我并不是说要一定花风扇猛转 然后开的很高很高的那种需求 它有一点但是不是很多 同时它还不喜欢游戏本那种张牙舞爪这种沙马特风格 那比如说这种对吧 很炫酷的感觉 就不喜欢 我喜欢那种就是很从容的这种很高端的那种感觉 就像高档的商务车一样 那不希望你像法拉利一样对吧 那这种感觉才是他们想要的 然后呢 轻摸本呢 性能又不够 然后又需要一个大屏笔本 那怎么办呢 对于这种比较纠结比较拧巴的一个群体来说 那这台电脑就可以考虑一下 但是你要知道啊 你既然那么拧巴 那你要承受它的后果 就是它的4050也就50W功耗 也就50W功耗 那当然还是秒杀 秒杀那个780M提起来的 这个再弱也是秒杀好吧 就是打的妈都不认识的那种 好吧 那我实话跟你说 这友台机非常可惜啊 就是我超想推荐它 但是它没货了 就是这个红旗非凡X14 618视频里面我就推荐过它 就是它是14.5英寸 然后有个4050的一个独显 这个在同价位里是非常罕见的一个配置 所以说它是一个真正的全能型笔记本 又有便携性 对吧 尺寸小嘛 又有性能 游戏性能 但可惜这个机器好像现在搜都搜不到了 像没存在过一样 不知道为啥 好吧 可惜了 如果有的话我还是推荐它的 下一台 高端洋气上档词 联想Yoga Air 14S 这台机器推荐它就一个理由 刚才说过了 就是高端洋气上档词 它的外壳质感是非常的精致的 然后同时它的造型设计 它的配色搭配也是非常大胆的 所以说很适合那些就是 追求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这种很特别的这种用户选购 比如说你是个艺术医学 你追求这个不一样的感觉 大家都在用那种苹果 都是那几个颜色 你拿出来一个金边的 又不是特别土的这种颜色 土吗 应该不土吧 就是非常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特立独行的这种人群 非常适合买这台机器 同时它整体的一个表现也还行吧 是一台还正常的一个轻薄本 而且Yoga Air 14S价格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配置其实有一种旗舰轻薄本的感觉 但是它的价格是7190万元 大家都知道旗舰轻薄本的都是1万6、1万7的 那它就是个领头 所以说这机器我是推荐的 下面一台 华硕0123 这台机器其实和惠普的SIMBOG PRO 13是差不多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它的重量也是1000克 然后也是这个13.31寸的一个屏幕 然后它的处理器是i5 1335U处理器 那么这台电脑的话也没啥好说的 就是一个性能比较弱 然后同时机身比较轻巧的一个机器 续航的表现也不错嘛 因为它蛮载也就20W功耗 那它能夺那个呢 是吧 好吧还可以的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买它了 它比惠普的那个更商务一点 更严肃一点 惠普那个的话更加的怎么说呢 好看一点 对吧 单纯的好看 好 接下来是中高端价位了 7500元到8500元 那这个价位段大部分是贵或者配置突出的 这个4060游戏本 还有一部分定位上比较便宜的4070游戏本 首先 神舟战神T8 这台电脑看上去有点不像神舟是不是 这台电脑是神舟的一个全新模具 可以看到logo都重新设计了一下 可以算是神舟冲击高端的产品吧 只可惜这个冲击高端的阻力还是相对来说有点大的 之前这台电脑首发是8999元 现在的话已经降到了7899元了 到这个价位段我觉得不错了 可以推荐了 你看到配置的话也是该给的都给了 甚至配置我觉得比上面那台还更高一点 对不对 这台电脑机的散热表现还行 这个噪音的话是有点高 噪音有点高 主要的是做工质感进步很多很多 下一台 联想拯救者R9000P 那联想今年值得推荐的电脑并不多 但这个算是一台 CPU的话给了一个比较高规格的 然后同时的话它的一个性能释放 整机性能释放还是很有联想的水平的 整机性能释放比较好 它在双烤的时候已经有这个55加140W的一个水平了 195W 算高的了 同时联想的一个拯救者游戏本 还有个老传统就是接口数量很多 4个A口 两个C口 虽然速率不高吧 4个A口我记得都是5G的 但是这个数量是够了 C口是高速率的 有一点我不是特别满意 就是它的这个C口不是USB4 我觉得这个价位段8100多 怎么给个USB4 但是没有 有点可惜 这个配置在这个价位段里还是稍微有点贵 我觉得有钱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没钱的话还是买一些性价比型号会好一点 好 下一台 红旗暗影骑士龙16 暗影骑士怎么突然跑出来了 很简单 你看它的显卡吧 RTX4070 那这个性能就要比4060要强一个档位了 它的第一个优点就是在4070游戏本中性价比比较高 4070游戏本一般都很贵 它算是比较便宜的一款 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 噪音真的是大呀 这个没开全速模式都是60分贝以上了 我觉得都没有这个必要你知道吗 你看它的表面温度都吹到这个程度了 真的这冬天不得冷死啊 冬天冻死了 真的 这个红旗暗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软件 它的硬件其实真的还可以 包括那个什么略读者琴啊什么的 包括这台暗影骑士龙啊 硬件都还是可以的啊 散热做的都还是有模有样的 就这个软件调教着呢 那是差的不能再差 但它便宜 便宜 4070里面算便宜的 好 下一台 联想ThinkBook 16家锐龙独线版 那这台电脑应该是ThinkBook 16家里面配置最高的了 其实ThinkBook 16家各个配置版本我都可以推荐 我都觉得还好 除了3050版本我觉得有点傻 其他配置我觉得都还可以 特别是这个4050的一个最顶配的版本 虽然顶配真的很贵呀 但是如果不差钱的话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它的显卡你看给的功耗也很足 内存都不用说了嘛对不对 同时它的重量厚度 你可以甚至可以把它当做轻薄游戏本来用 所以说是这么个回事 如果说你对电脑价格比较敏感 你就买那个没有独显的版本 那它价格会便宜很多很多 但如果说你还是要一点图形性能 那你甚至可以买个带独显3050的版本 只不过这个3050 我心里总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如果你喜欢可以买 刚才那个是中高价位啊 接下来真的是要马上要跨入奢侈品行列了 8500到1万 首先ROG ROG出来了 高级 ROG魔霸新锐 ROG出来说明什么 说明出来它最便宜的型号嘛 魔霸新锐每年都是ROG里最便宜的型号 或者说性价比最高的型号 对不对 在这个档位下面 能买到性能释放还不错的游戏本 同时还是ROG标的 这就是它的卖点最大的卖点 同时屏幕素质还不错 2.5K 240Hz的屏幕 还有450尼特亮度 可以 性能释放也是很激进的 屏幕还是支持色域切换的 它是广色域屏 支持色域切换 所以说该有的其实还是有的 这些机子很便宜嘛 我们用了一块时间了 测下来我发现说 这外壳不是很耐脏 我建议你经常性的去擦擦 要不然的话把油渗进去就不太好 反正很好 ROG里性价比 好 下一台 微星雷影17 说实话 就微星的比游戏本一般都是1万23以上的 那可以推荐 那1万以下的基本上都是各顶各啊 都是很拉垮的机器 但是雷影17属 雷影17测下来表现还可以 就是这个价格其实也没啥性价比 我们测下来首发的时候是8499 我猜测这双11应该也会降到这个价 那如果说比这个价格要高 那真的是算了 好吧 这个价格还是太贵了 哦对 还有一点 这机器有个很好玩的配置 它搭载了WiFi7无线网卡 虽然现在没人用得上WiFi7啊 但是它用上了WiFi7网卡 真的是有点奇怪 你们如果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WiFi7网卡 下一台 联想ThinkBook 16P 这个机器就是我刚才在视频最开头举的那个例子 就是一些定位比较困难的机器 它就是一个典型啊 你可以看到它的重量 机身重量2.21千克 比这个天选4要重复将近200克 所以说它的身材是比较笨重的 然后呢 同时它的这个配置也是有点像游戏本那种配置啊 它的产品定位是一个创意设计PC 什么叫创意设计PC呢 就是你拿笔记本过来去做视频啊 然后去做这个绘画呀 类似于这种设计类的工作 平面设计类的工作 都跟色彩啊 跟影视啊有关的 那这台机器就是为这种人群服务的啊 但是你要自己加装一下内存什么的啊 很多没有这方面需求的人 也很喜欢ThinkBook 16P 为什么呢 因为它看上去 就像刚才的战九九锐龙读写版一样 它看上去不像那么的游戏本 但是它又有游戏本一样的性能 那就很受欢迎 所以说这也是它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下一台华为MateBook 16S 哎呀 这华为终于看到了啊 其实呢我对几台机器都还是挺有想法的 比如说像MateBook 14S 它的外放音质就是很不错的 但可惜这个在我们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机器又没货 然后然后这个有一些很小很小的 就没有销量的那样啊 价格又挂得很高 所以说我就没放进去 那像这一台的话我们是搜到的啊 所以说这台机器我们就推荐一下 推荐它的理由的话我觉得也不用多说啊 它是一台16英寸的大屏幕 玻璃面板覆盖 500尼特亮度 然后色彩也是调的比较不错的 触屏的笔记本电脑 然后再加上 如果说你有华为的手机的话 你还可以跟它进行这个互动 它可以把华为手机去跟它握手 然后握手之后呢 你可以在上面传文件 传得非常非常快 同时还能在这个华为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面 去运行手机上的APP 用笔记本电脑的屏幕 然后用笔记本电脑的键盘鼠标 去操作华为的手机啊 那这种使用的感受 目前只有两个厂商做到 一个是华为 一个是华为的儿子荣耀 但是现在荣耀和华为已经分开了 他们两套软件也分开了 我知道其他厂商有这个软件 但是跟华为和荣耀比的话 还是有点距离的 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大卖点 那如果你有华为手机 然后同时你还要个大屏笔记本的话 你可以考虑它 如果你有个华为手机 同时你有并携需求的话 那可以考虑一下14s 如果买得到的话 那如果你有个华为手机 想玩游戏的话 那抱歉没办法 好吧没办法 华为没有游戏吧 好 下面一台 惠普GX14 这台电脑一定程度上 有点像华为的那MadeBook 14s 但是它是一个纯商务型的产品 同时它的屏幕真的是 规格是拉到满的 你别看它的参数是一个 什么2.5K的一个高刷屏幕 实际上它是一个惠普的DC品 Dream Color Dream Color是一个非常历史 非常悠久的惠普的一个色彩认证 很多影视行业都是很认同 这个Dream Color的一个调教能力的 那所以说这个机器的屏幕 观感是非常赞的 那除了屏幕以外的话 其他方面它就是一台有点重的商务本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的普通 在这个价位段比较普通 就买个屏幕嘛 DC品 8999买DC品 以前就是28999才有DC品 18999你都买不到DC品 懂吗 你要3万块钱才能买 现在8999也不知道会不怎么想的 挺厉害的 这个价位最后一台 华硕 Pro Air 2023 这个机器其实也有点怪啊 跟那0123有点相似 但是它是一个华硕商用系列 华硕有商务本 没想到吧 0123那种机器就是传统的家用轻薄本 它们是家用那个体系下的 然后呢 华硕有商用体系下的 就这个关系有一点点像什么呢 有一点点像 有一点点像什么 有惠普啊 惠普不是那个新Book系列吗 和还不是还有战66什么的吗 战系列吗 新Book和战 你们会发现它两个产品 其实有一点重合的 是不是 有点重合的 包括那个联想的那个小新系列 和那个联想的ThinkBook系列 是不是有点重合 产品线有点重合的 其实就是那一部分是家用系列 这一部分是商用系列 所以华硕其实也有 华硕的话 像那个灵耀啊什么什么 那无味啊啥的 都是用家用系列 然后破销就是商用系列 只不过华硕的这个商用系列 低调一点 这个确实有点少 商品 产品确实有点少 那这台的话 其实我测下来感受还是不错的 以前它的上一代的 它给我的表现感觉是很一般的 这次进步了很多 整体参数上进步了 然后同时的话 它的重量还是保持了一个 一公斤以内的一个超轻的一个 一个便携性 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最大买点 然后屏幕素质比较好 90Hz也算是一个中刷屏 对吧 也不错了 那这台机器就有两点让我比较不爽 首先第一就是可以看它的热成像图 它是侧触风的 这年头居然还有侧触风电脑 很少见了吧 所以说这个位置用的时候 高低会有些吹熟 然后同时它的续航也是一般的 这续航真的是没调好 我只能说 4小时20分钟 有点短了 有点短了 好 那这个价位段 说实话 8500到1万这个价位段 能推荐的电脑其实不多 这个价位段大多数都是 上一个价位段的模具 然后多塞一些配置进去 比如说 我把i5换成i7 然后把内存换成32G 硬盘换成512换成1T的 然后把它卖到8500到1万元 这个价位段可选的东西不是很多 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下一个价位段 1万到2万 首先 ROG 枪神7 Plus 超进版 这台电脑非常的极端 i9是最高贵的 i9 13980HX 我们测到的是RTX4080 12GB的一个独现 4080的性能要远强于4070 4070和4080中间是断档的 我觉得至少断三档 所以说大家可以知道 这个价位段的电脑有多爽 有钱人就是爽 32GB内存 1TB固态硬盘 18英寸的240Hz刷新率IPS屏 18英寸 它就是一台移动堡垒 它就是一台飞行堡垒 对不对 这实在太牛了 所以说这个电脑的配置还是很顶的 散热啥的就不说了 性能释放都是顶中顶 对吧 很高端的一个 表面温度可以看一下 很棒啊 这个键盘区域基本上全绕开了 热的地方都是转轴这个位置 是不是 下一台机器 惠普暗影精灵9plus高能版 那相比于暗影精灵9 其实我内心更想推荐暗影精灵9plus 为什么呢 因为暗影精灵9plus才是真正的高薪加比 每年4080首批游戏本 最便宜的可能不是惠普 但是一线品牌里最便宜的肯定是惠普 这个4080能卖到14999元 然后呢 甚至后续我记得还有更便宜的版本 甚至还有配置升级版本 所以说我是比较推荐它的 如果你消费得起4080显卡 同时又想要一点性价比 又同时不太喜欢那种二线品牌的话 那惠普暗影精灵9plus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这个没有办法选别的呢 接下来一台 如果说你能选择二线品牌 哎 来了 机器革命 矿式16 Super 这台电脑我们测的很爽啊 原因很简单 就是它有一个水冷 这个水冷 对于电脑的一个散热的增强啊 真的是很明显很明显 怎么说呢 它并不是让电脑的这个温度压得更低了 而是它让电脑的风扇转得更慢了 你电脑风扇不用转那么猛 也可以压住这个配置了 这就导致它的噪音控制得很好 相对来说 噪音控制得很好 你看我们的实测数据 满载式49.1 风冷模式下55.3 你想想看 对不对 风冷模式其实就还好了 这个水冷模式下 连50分贝都不到 那真是轻薄本级别的 全能本级别 不要轻薄本 全能本级别的这个风扇噪音了 所以说这个游戏本 游戏本玩游戏 用这个电脑它的噪音体验是很好的 但是成也效合 败也效合 这个机器 我不知道是品控问题还是咋的 我们的这台电脑 它的水泵在低负载式 或者中低负载的时候 它水泵会有噪音 高负载式其实也有 但是风扇转起来的嘛 那也就听不见了 那我觉得这个要注意一下 好 下一台 LG Gram 17 这台电脑是我 真的是自己一直在用的电脑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啊 珠王 你测那么多电脑 你自己用什么电脑 我用的就是这台LG Gram 17 那我的配置也是这个配置 就是一个3050的配置 然后32G 1T 那这个配置说实话 我觉得现在的我认为 其实核显版更好 就3050那个真的是40W真的是弱呀 啥都干不了 真的是 但是不影响我对这台电脑的喜爱 原因很简单 就是其实你们 可以看到我戴眼镜嘛 你们发现我其实是个远视眼 发现没 我不是近视 我是远视 我先天性远视 而且我这只眼睛是基本上看不太见的 其实我就一只眼睛在生活 所以说那我对于电脑的这个屏幕啊 要求是很高的 就我不希望它的屏幕 我的屏幕不能太小 因为太小了 字太小我真的看不见 但是呢 然后字太小 字太小我就要凑近看 凑近了我就看不见 离远了又看不清 那怎么办呢 就是远近都不行 那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屏幕拉大 然后呢这个缩放比例再调大 那这样就能看见了 所以说LG Gram 17真的是 救我狗命啊 就真的是很重要的一台机器 所以说我很喜欢它 把我撇到一边啊 那说这台机器本身的话 那它的定位也很明确 就是中国这个大陆这个市场环境内 唯一款这个就是大屏幕的超清笔记本 重量你可以看到带读显的1.43千克 如果说是核显会更轻 如果说你选择LG Gram 16 会再轻再轻一点 我记得好像就一公斤出头一点嘛 就是大尺寸里面很少有这么轻的笔记本电脑 所以如果你又要大屏又要轻便跟我一样 那就选择LG Gram 好吧 LG Gram 16英寸的话 我记得在京东的话是9999 就是1万块钱 是很贵是很贵 而且它的质感震的时候 我绝了 我看这真的 我很喜欢这台机器 但这台机器的质感震的时候 一点都不像一台1万多的笔记本电脑 就是那个塑料感摸上去 简直就是说它五六千都说多了 你知道吗 就是没办法没救了 但是大屏轻便 没得选就它 好吧 下面是苹果的三兄弟 我就放一块说了 MacBook Air MacBook Air 15和MacBook Pro 14 那么其实苹果全家我都推荐 那么在这个价位段是这三台 MacBook Air的话很简单 轻薄本对吧 你要有用Mac的那个生态 然后你要用MacOS这个系统 那你要用轻薄本13英寸的 便携性强的 那有MacBook Air 那如果说你跟我一样 但是唯一的区别就是 你需要苹果生态系统 那个MacBook Air 15 它是一个屏幕大一点的Air 但是要注意啊 就是这个MacBook Air 15还是挺重的 这个重量还是不容小区的 然后那MacBook Pro 14 那真不适合普通人了 你不要觉得说 MacBook Air和MacBook Pro该怎么选啊 这个问题问出来 那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因为Air是一个轻薄本 是一个普通盈余的 也可以买的电脑 但是Pro不是 首先Pro真的很重 即便Pro 14也很重 好吧 你不要小看它的一个重量 然后其次Pro性能很强 然后它是用来做这个 也是影音娱乐 呗 它是用来做这个平面设计啊 影视剪辑啊 音乐制作啊 是这方面的人群啊 人才去去用的电脑 是专业的生产力工具啊 按照他们的话说 是不是 千万不要去浪费 去拿它作为一台办公的学习用的笔记本电脑 太浪费 太浪费了 但你有钱当我没说啊 你有钱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 就我我认为你你把它拿去 就是就是买过来当成一个天天放在宿舍里 然后拿到图书馆去拿到教室里去的一台办公本 学习本啊 给同学看看 给自己看看 如果说是这么个需求用MacBook Pro 14的话 我跟你讲 你会后悔的比较快 你会后悔的比较快 好吧 下一台 联想Yoga Pro 14S至尊版 我说这个全能本的定义是什么 刚才我在视频开头也说过 全能本的定义就是 你既要有一定的游戏性能 又要有一定的便携性能 但同时两者都不是特别的极致 游戏性能也就那样 便携性也就那样 那这种产品 那叫做全能本 那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款就是全能本 可以看到 搭载了标压i9处理器 RTX4080 呸 RTX4060 80W的一个独显 32G内存1TB固态硬盘 14.5英寸3072×1920 分辨率的一个IPS的触屏 机身重量比轻薄本的底线要重一点点 对吧 1.65千克 那这台电脑就是很典型的全能本 同尺寸里面都是14英寸左右 性能释放真的很强 而且它还支持独显之连 这个游戏性能拉满好吧 对吧 而且这个屏幕素质不仅高 它是LCD屏 那个真的很棒 这个大家都能满足 外放音质也是在线的 缺点嘛 这么小尺寸要有这么强的性能释放 那噪音必然很高 所以说它的满载是51.8分倍 虽然比游戏本还是轻 但是也不是特别轻了 也不是特别轻了 以及高性能需要什么 需要很强的电源适配器 它140W这个电源适配器挺沉的 原想其实还有一个140W的一个拯救者适配器 我记得 应该可以兼容 好吧 但是我没试过 然后还有一点我要提一下 就是这个表面温度啊 这个不知道它们怎么设计的 这个键盘中间空格这个地方比较热 哎呀好神奇啊 中间这一块有个热量孤岛 就算热也是还好 就是这是一个满载的 已经是100%满载的电脑的键盘温度啊 那这个温度的话不算特别高 但是中间有一块热就觉得有点奇怪 好吧 也要提一下 总的来说 这块电脑我是推荐的 但是全能本的代价是什么 就是这个价格啊 拼多多了都是 还要11988元 真的很贵 真的很贵 下一台 华硕01 Pro 14 哎呀我刚才说的话 就不用再重复一遍了吧 你可以看到这个机器配置跟联想那台 真的是差不太多 是吧 真的差不太多 大差不差 然后同时 这个屏幕规格也是 虽然OLED屏 但是色域切换什么都有 对吧 独显之灵也有 然后噪音也是偏大的 就是这个套路 如果你不喜欢联想 那你就华硕 如果你觉得华硕这个有点 有点不咋的 那你就买联想 好吧 就就基本上就这么个套路 当然还有别的选择 就是那个换什么的 是吧 后面我们再讲 后面我们再讲 好 接下来 华硕ProArt创16 这台电脑就是个旗舰级的创意设计PC 那么创意设计PC一定程度上有点像MacBook Pro 但是它们是Windows操作系统 所以说适合那些需要Windows系统的创意设计人士使用 如果你要拿这台电脑打游戏 那我觉得实在是太浪费了 真的太浪费太浪费了 千万不要干这种事 答应我好吗 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 如果因为买这台电脑的人应该知道自己要什么 就比如我们 我们是做这个视频的一个团队 我们不是用Mac这个体系去做的 因为我们有些软件是不兼容的 那我们只能用这个Windows 所以说这台电脑也是比较适合我们的 只是我们用台视机而已 对吧 如果你有移动需求 那我可能就会考虑这台机器 接下来 换系列三台机器 换X 换13 换14 今年 其实换系列在我看来进步是比较大的 首先是依托了这个RTX40系显卡的更新 让它的能耗比提升非常大 所以说那些小尺寸的笔记本电脑 它的性能提升幅度很大 不像以前 以前的话这个3060什么的 功耗砍一点点 哇 这性能哐当一降了 但是40系不是这样的 40系的话你140瓦砍到110瓦 没任何性能变化 不错嘛 对不对 所以说换X换13这些 就是性能提升幅度会比较大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换X这些 它们自己也本身是比较蒸汽的 它把屏幕啥的都更新了一下 散热也是有所进步 所以说更值得推荐 换X换13我认为是没有任何的竞争对手的 你给我找一个比换X更牛逼的平板出来 对吧 没有吧 你可以说我这个平板更轻巧 我这个平板更便宜 对吧 或者我这个平板更加高级 但是你跟我说 我这个平板性能够强 更强那是不可能的 换X性能肯定是最强的 对吧 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说除了果粉可能不这么认为 但是Windows这个环境下面 换X肯定是最强的 所以说这台电脑是没有任何对手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换13 也是啊 13英寸的电脑 你给我找一个更不可能的出来 是吧 没有吧 7940HS再加上4050的一个读写 甚至还有4060读写 你想想看这什么概念啊 所以说13英寸你很难找到这么强的笔记本电脑 你如果有这个需求你就买就行了 但是我要跟换X和换13的潜在消费者说一声啊 如果你要买这两款电脑打游戏或者干别的事情 你一定要注意 屏幕尺寸小真的很影响体验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游戏 比如说你拿这台电脑玩罗瓦路 屏幕尺寸小和屏幕尺寸大完全是两种体验 你觉得你要在这个13英寸的屏幕上面打一天的罗瓦路 你真的会很难受的 所以说这一方面你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玩游戏也好 就是你最多是过把瘾的一个状态 你不能说我长时间的去不停的去用这台电脑玩游戏 除非你能外接屏幕 否则不行 好吧 我非常不见意 因为真的很影响体验 就举个例子好了 就之前有个哥们拿这个换X玩那个博德之盟3 可以打开啊 没问题 性能还可以的 对吧 啥都看不清 这再笑了 所以说很痛苦 很痛苦 这个标题图像都是很小的 错过玩一下可以 长时间玩真的不行 换X换13接下来换14 刚才说了 全能本有很多选择 那联想和华硕都来了一款 那接下来就是ROG 换14说实话 从造型设计上来说 它完全就是没有那个商务的感觉了 那个Yoga Pro的那个还是有点商务感的 然后灵药也是有商务感的 换就没有商务感 它本质上是一台相对来说 比较优雅的游戏风格的电脑 优雅的游戏风格的电脑 还是很酷的 还是很有个性的 那性能释放也很强 然后那价格 那也是比前面那两个也要便宜的 所以说这台电脑买的上还是挺多的 同时它的反馈给我的也是不错的 最可惜的是去年这款电脑 它用了A卡顺境就那啥了 今年不错 又回了N卡 而且是4060 所以说很爽 很推荐 这台机我很推荐 接下来一台 Alienware X14 R2 前面都是一些我认为相对来比较传统的全能本 那这台就是超级激进的全能本 它这个机身厚度 我们测下来 真的最厚处14.5毫米 15毫米都不到 就是薄超级无敌薄 你知道吗 Alienware还是挺会搞的 所以说这个机器给我的第一感受是很惊艳的 去年我记得它的R1就是它的第一代 我给到了一个S级的评价 最高级的评价 因为它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就是让我非常的 就是它这个设计感让我非常惊艳 所以说我给它一个很高的评价 那么今年的话其实没有太多的变化 唯一的变化就是屏幕从FHD变成了2.5K的一个高刷屏 那我觉得还可以 那其他的问题的话也没有解决 该有的都还是有的 然后价格也是很贵的 我就还要批评一点 就是今年Alienware 包括戴尔 屏幕亮度全降了 都到300-350左右 这个屏幕亮度真的很低 包括这种很贵的机器 15000的机器都是350尼克 哇 这个真的要批评 那么这台机器的话 我觉得不太能跟上面几台比 因为这个 它本身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富豪的玩具 因为前面几台机器还是比较注重实用性的 这台机器是被设计而驱动的 就是不是一台性能驱动的商品 是设计驱动的商品 接下来 华为MateBook X Pro微容点藏版 那这台电脑或者说X Pro这个系列 我已经推荐了好多好多年了 而且它依旧值得我推荐 我觉得很神奇 因为华为还是有点东西的 你知道吗 今年这个微容点藏版 它这个手感跟某人的大腿一样 所以说摸起来是很舒服的 摸起来真的很舒服 然后它有一点点像类肤质的触感 然后同时 它又不像类肤质涂层那样容易沾染指纹 所以说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材质 这台电脑它的一个配置也是拉到满了 32加2T我的天 然后重量的话控制点还可以 对吧 就是价格比较贵 价格比较贵 毕竟是华为的旗舰中的旗舰了 所以说这个贵也是很正常的嘛 另外这种超宝本啊 一定要注意点 就是这种接口种类是肯定少的 它这台电脑只有C口和365毫米RM口 如果你有接A口的需求的话 你得买转进器 好 接下来一台奇葩电脑 YogaBook 9i 看这个样子你就知道它是个很奇怪的电脑了 对吧 它有两块屏幕 同时呢 它也不影响它有一个键盘 你可以把键盘吸在一个屏幕上面 把它当成一个笔记本电脑的C面来用 也可以把键盘给挪出来 让这两块屏幕横着放竖着放都可以 所以说这个电脑的可玩性是很多的 但是这个电脑的本身的表现 也是局限于可玩性了 性能的话也是非常一般的 1355U处理器 那真的是这个价位可以说是最弱的处理器 应该没有比这更弱的 而且它的这个功耗也就24瓦 24瓦之下的话温度也不算低了 所以说这个机器只能说是一个老板 可能会觉得长鲜 用一下我觉得没问题的 其他的就算了 好吧 那说到老板用的电脑 接下来一台也是一样的 ThinkPad XE Carbon 其实每年都会更新 那今年的话也没什么改变 主要就是CPU换了一换 然后它的特点还是老几样 机身重量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 然后同时有两年上门 然后噪音也是比较小的 那缺点的话说实话 它今年续航依旧不咋地 这13代酷睿不知道为啥 没调还是怎么难 ThinkPad不至于没调 续航表现一般 好吧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键盘左边 这温度太高了 这是经常摸的那个地方 WASD也是QWER WASD这个地方是经常摸的地方 所以说我希望这个地方温度要小一点 下面一台 ThinkBook Plus Twist 就联想今天是整活大王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YogaBook 9i两个屏幕是不是 这台ThinkBook Plus Twist也是两个屏幕 它正面有一个OLED屏幕 反面有一个彩色墨水屏 有意思吧 彩色墨水屏能干嘛呢 那除了就是那个很便宁的去用它以外 你还可以给它设计各种图案 它可以显示你想要显示的图案 也就是说你的A面真的是可以随意定制了 那个可定制性比幻十四都要强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机器很好玩 还是那句话跟YogaBook 9i是一样的 就是这台机器我觉得就是一个老板或者富豪的玩具 如果说你又觉得很新鲜 想拿它来看看邮件自己玩玩 没问题的 但如果说你要拿来做一个比较重的那些办公 比如说你多开几个文档 开很多Excel 几百行几千行那种 那算了这台机器还是不合适的 主要还是以这个概念 或者说以这个联想的这个炫技的实力为注入的一块产品 给大家也看看 尝个鲜 好 这个价位最后一台机器 LGgram Style 那和刚才的LGgram数字系列不一样 这台电脑它的外壳精致度要提升不止一个档次 它一下子变成一台精工细作的电脑了 同时它的外壳 你看图片都能看得出来 它不是普通的白色 它是类似于那种贝母的这种颜色 或者珍珠或者贝母的这种颜色 它是有这个根据光线它会反射出那种不一样的色彩的 所以说外壳真的很好看 然后它的C面也是设计的比较不错的 整体都是很优雅的一款机器 但是价格很贵 而且重量也稍微增加了一点 如果说你能接受这个1.2千克这个重量的话 那这台机器我也是推荐的 续航也有6个小时 可以用 好 那接下来就是2万元以上的价位了 这个富豪征选 哈哈 OK那废话不多说 第一台 微星TITAN GT77 HX 这台电脑 别说2万元以上了 都快4万了 太可怕了 4TB的硬盘了 我的天哪 64GB的内存也是很恐怖 为什么呢 它有4个内存插槽啊 哥们儿 如果说你全插那种大容量内存 你不知道能插到多少了 我数都数不清了 同时它有3个硬盘位 其实上一代有4个硬盘位 我不知道为啥 76一个 但无所谓 你已经有4TB固态了 太恐怖了 其他的也都拉满了 所以说我就不多说了 好吧 那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这台电脑GT77 它是17.3英寸的 据说啊 据说 它会出18英寸 这个我不敢保证啊 据说 好吧 你们也注意一下 哦对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屏幕是miniLED的 也很牛逼 下一台 还是微星 因为你看微星在贵的价格价位段就开始了 你知道吧 微星Titan GP78HX 一样是很高的配置呗 CPU显卡都是顶级 对吧 内存也给你拉到32G了 17英寸 240Hz的屏幕 性能释放很激进 超增压模式 Ultra 250W的性能释放 对吧 再加上BIOS可以解锁 我的天哪 这各种各样的玩儿啊 很极致的一台电脑 但是键盘真的热呀 这噪音也是没谁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个机器真的是可以把它当台式机玩了 刚前面那台这个GT机器挺贵是吧 这个更贵啊 ROG冰刃漆双屏 京东这个价格是55999元 56000 都可以买辆车了 这个CPU还是AMD的 真是给AMD面子啊 794 V3X处理器 4090的显卡也有啊 64G 4T的一个组合 哇塞 无敌了 两个屏幕 主屏还是mini LED的 简直就是变态 而且屏幕素质真的是 测下来这个色准也很高啊 mini LED调的那么好 真的很少见 很少见 今年开始mini LED调的好了 以前都不是这样的 心灵释放也很强 真的无敌了 真的无敌了 我觉得就是唯一让我觉得有点尴尬的 就是这个续航比较短 其他的我觉得都能接受 神一般的电脑 神一般的电脑 下面一台 ROG魔霸7 Plus超能版 那么这台电脑我们测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特别牛逼的处理器 叫做锐龙97945HX3D 就是X3D处理器 可惜现在X3D已经没货了 可能就进了一小批 卖完结束 所以说X3D是没货了 但如果你能找到X3D的国防的话 那我还是推荐的 很强啊 X3D很强啊 游戏性能更上上一层楼了 然后还有4090的一个显卡 该有的都有 该有的都有 好 下面一台 Alienware X16 在前面那几台机器洗礼下 这台电脑我居然觉得没那么贵了 我靠 哎呀 真的是被PV了呀 它有一个好玩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CPU是HK的 它不是HX 所以说它不是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CPU 那显卡也是4080嘛 X16跟X14一样也是走超薄路线的 说明它们什么 它们都是设计驱动的产品 设计驱动的产品 可以看到它这个风扇散热很有意思 四个风扇真的是很棒 很有心意我真的说 但是忍不了的就是屏幕亮度 我刚才也说过Alienware 戴尔和Alienware今年全系300尼特 350尼特亮度 拜托你都36969了 要不我再掏点钱 你帮我升级一下 你在这个价位段 你给我300尼特亮度 你啥意思呢 对吧 这个我搞不明白了 就是不知道啥情况 希望明年Alienware不要再这样 好吧 那么这机器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 就是它接口啊 全在后侧 那可能也是因为后度的关系 因为接口如果在侧边的话 那可能会影响它的观感 肯定会影响它的观感 所以说它不太喜欢 对吧 设计驱动的公司就是这样的 苹果也是设计驱动的公司 现在也是 现在也是 好 下一台 红旗掠楼舍刀锋X 这台电脑是我们很早期测的机器 当时测起来体验还是行的 因为毕竟这个配置真的是很满很满 然后同时厚度20毫米左右 20到22对于一台薄型笔记本来说 这个设计还是很前卫的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给记录下来 并且推荐它 目前如果说你要买的话 说实话我觉得薄型笔记本在这个价位段有别的选择吗 好像也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说用ROG不做了嘛 ROG不做普通版冰刃了嘛 对吧 然后那个Alienware的话 那你这个价格买不着嘛 4090买不着嘛 对吧 然后雷蛇 雷蛇更贵啊 雷蛇跟Alienware一个价格 所以说好像就没有什么其他选择了 所以说刀锋X可以考虑一下 那下面一台就有嘛 我们下面一台机器就是雷蛇了 雷蛇0116 你看同样的配置 都是4090显卡 39699 那这个贵的真的是贵1万块钱了 对不对 但它配置也确实更高 它有mini LED 屏 所以说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 而且这台机器 CNC一体成型机身 然后这个做工质感很好 我们都说它是暗黑MacBook嘛 就是雷蛇的机器有一点很迷惑 就是你看这个热成像图 它的腕拖是热的 你发现 你在高负载下 它腕拖是可能传导 热传导很快 它腕拖是热的 然后呢 那个两个风扇下面又是凉快的 所以说你在用这台电脑的时候 你会觉得指尖很凉快 然后那个手掌这边就很热 就不是很热 就是有一点热感 有一点热感 很奇怪 好 下一台 惠普战99Studio 这台电脑已经是 Windows阵营下的 最顶级的创意设计PC 就是在这类型的产品里面 创意设计PC 很多便宜的便宜货嘛 对吧 那这台就是很顶级的产品 好吧 可能不是最顶级的 但是也是非常非常高端的 我把它放在这 并不是说让大家去买啊什么的 就是你真的有需求你就买 你没有需求的话 你真的是看得不得看的 这个是给专业人使用的 不是普通人就是说 我玩游戏或者说办公人全选入了 好吧 这是个特殊的电脑 下面一台还是雷蛇 雷蛇零刃14-2023 那这台电脑也是一个全能本 但是它的配置要更高 价格也明显更贵 然后也挺酷的 和雷蛇零刃16差不多 就是这个机器啊 它的腕托也是有点热的 所以说你用的时候啊 你要留个心眼 你会觉得说 手掌有点热 很正常 很正常 还有一点就是要说一下 这个屏幕没有校色 我觉得有点奇怪 我们测的时候 它屏幕没有校色 色彩可能会有点偏 那最后一台 苹果MacBook Pro 16 和MacBook Pro 14一样 那这是一台是更加专业的 笔记本电脑了 那我再啰嗦一句 这台电脑的适应用人群 就是一些 比如说程序员呢 或者说是平面设计师啊 或者说影视剪辑的 相关类型的人才啊 然后包括音乐制作人 音乐制作人用苹果 据说是很多很多啊 音乐制作人很喜欢苹果 还有很多很多 我没聊到的 那些专业领域的人士 是可以用这台电脑的 而且很合适 那什么人不适合用苹果呢 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 剪辑可能会用到一些 奇奇怪怪插件的 不兼容插件的 包括还有一些 工控类的 特别是工学的啊 那些方面呢 那就不太适合了 那就还是用Windows 甚至是Linux电脑 就是那种就不一样 好吧 不一样 所以说MacBook Pro 它是有专业用的 试用人群的 天让不要乱买 特别是16英寸 这么大一台机器 很贵而且 买了浪费了 对吧 此外还要注意一下 就是MacBook系列 可能要更新 可能要更新 那如果说你 不是特别急的话 我建议你等一下 苹果的这个 不一定有发布会啊 你可以等一下苹果的消息 好吧 可能有更新 那双11的推荐到这里 也就差不多了 那今年的话 确实是笔记本电脑的大年 正统意义上的大年 因为你CPU更新了 显卡也更新了 然后无论是轻薄本 还是游戏本 都获得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无论你们诚不承认吧 至少在我们测试的数据的总结里面 和体会里面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今年买电脑的人 应该是比往年要更加开心的 但今年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今年 明显感觉就是 性价比的消费群体要大了很多 所以说可以看到 机械革命这样的厂商 真的是获得了非常大的赞誉和美誉度 往年机械革命可以说是一个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边缘的 一个笔记本电脑的品牌 可能比神州还不如 但是今年完全不一样了 今年 我甚至可以这么说 今年的C位就是机械革命在占的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就是太牛逼了你知道吗 这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就是 你想跟他玩你就得杀价 所以说我希望其他品牌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说你在主流价为短 你想要获得关注度的话 你可能当下唯一的路线就是杀价 就是杀价 好吧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说你今年要买电脑 那我觉得这个双11是个好选择 那如果说想要再等等的话 年底可能会有新品 可能也会有新品 但是游戏本 明年的性能提升相对来说比较小 因为显卡不更新 好吧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 去控制自己的过激节奏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这里是比拔屏测试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这机器挺牛逼的 这纹路应该是每一台机器都不一样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